市長還有各位市府跟議會的同仁大家好 我想問市長一個問題 我剛剛看到報告有提到 其實我們針對一些市有土地 譬如說像是這個有OT啊、ROT啊 或者是這個設定地上權這些市有土地 我們有提供減租和降低權利金的紓困方案 那我想問一下市長 請問一下這些這個紓困方案呢 是否有一個審核機制 可以確保這些優惠有回饋到實際使用人身上 我想先請市長回答 請問一下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知道 我們現在是用如果 如果它的這個一個是保證數 另外是我們鼓勵說如果它沒有再傳下去 它可以來選舉 OK好 因為我這邊其實 我這邊想舉一個實際的這個案例 讓這個市長和大家比較了解一點 我舉譬如說像南山人壽這塊土地 南山人壽這塊它其實是市有土地 它現在由南山人壽成租 然後最後轉租給這個微風信義 所以它現在這個百貨公司 就設在離市府不遠的地方 但是微風信義呢 它又再把這塊土地 然後呢再轉交給一位商辦公司 叫REGUS 然後這是個跨國的這個商辦公司 然後它再由它轉租給許多這個小型的 譬如說像是服務業者啊 餐飲業者啊 或者是零售商 那總共跟市府隔了四成的關係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我目前所知 我們的確是有一個審核機制 但是我們大概呢 所能做到的就是審核這個南山人壽 有沒有把這個減租優惠回饋給微風信義 但是微風信義到REGUS 一直在到最後的這個實境實用人 我們是否有審核機制可以確保 這些實境實用人都有得到這個減租的優惠 這是商業 對不起可以暫停時間嗎 如果要討論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 有關這部分我們希望就是檢舉的方式 然後我們來專案審查 好 因為我其實覺得目前呢 中央跟地方的紓困 我覺得一切都是利益良善 我也覺得大家都做得很好 但是我現在有關心一個 我覺得一個可能會發生一個很遺憾的現象 我並不是要打算要籌付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幾乎所有的紓困方案 最有利的其實都是對於房東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對於一個小型的餐飲業者來講 也許基於某些紓困方案 中央或者是地方 直接給他一筆現金 可是今天對於一個餐飲業者來講 他如果生意受損 他可以減少 譬如說減少營業天數 減少他的食材成本上的這個損耗 或者是他可以減少工作人員 可以裁員 或者是留職停薪 他減少人事成本 只有一個成本他降不下來 就是房租 所以即便你給他任何紓困的金額 也是左手進去 右手就交給房東 今天這些房東呢 也是基於合法的手段 得到他們的商業利益 所以我覺得我們並沒有要譴責他們 但是他們也的確是這波疫情當中 抗壓能力 承受風險能力最高的一群人 如果今天所有的紓困 最後都到這些房東的手上 我認為並不合理 而且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減租 跟這個降低權利金之外 我最近還有發現一件事情 譬如說台北市目前有降低 百分之十五的這個水費 對吧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百分之十五的水費 如果我以剛剛南山人壽的例子來講的話 他最後有把這個優惠 轉嫁給他下面的這些小型的這個營業單位嗎 譬如說餐飲業者 零售業者 整棟大樓的營業水費 降了百分之十五 這百分之有回饋給這些業者嗎 對不起 暫停時間喔 我們這個水費的減免 我們這個水費的減免 是根據水表 每個水表來算 那至於他們之間 他們有分表的話 我們也會根據這個分表來減 我了解 有些業者可能的確 因為這基於租賃合約的不同 但是根據像這個南山人壽的案子 我的了解是 其實很多當地的菜營業者 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 有百分之十五減租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並沒有享受到這個優惠 也就是說其實百分之十五 老實講一般個人家庭水費大概三四百塊而已 非常的少 可是對於這種營業單位 營業用水的量非常大 減百分之十五 減少的金額其實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這些基層的業者 卻沒有辦法受賄 結果受賄的都是南山人壽 微風心儀這些大型公司的話 這實在是一個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市長可不可以回去好好研究 一個禮拜之內找到一個對策方案 來解決這個問題